Ayo,聊四季,天眼融合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張比賽地圖是阿拉伯地圖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9點鐘方向的紅色 紅色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擁有全球系裡面 遊俠最高血量的一個騎兵 192遊俠就是指法蘭克 法蘭克人的一個農田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並不需要花經濟 跟這個研發時間去升級農田技術 所以在前期來說會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因為自己的農田比較多,自然也會發展比較好 再來就是他前期吃果子,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他前期吃果子的守住是很重要的 像這一張地坨,他的果子在前面 就很尷尬了,前期要防守起來是不太容易的 前期凡克要把果子吃完,是他的核心的目標 中後期可以考慮出子斧兵跟遊俠去做一個對應 好,那我們先再來看藍方 藍方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是Viper 這場是Viper對上MBL 波西米亞這個文明算是非常特別 也算是新文明 以前沒有玩吃雞地國的人 會覺得波西米亞這個文明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對,因為這是DLC文明 那這個文明呢,他是冰工廠和大學 花費木材可以減100 所以他在爬科技來說是比較有UC一點 而且很快速 那最特別的是,他可以在城堡時代就研發化學 那研發化學之後呢,城堡時代就可以出火槍兵了 但通常在城堡時代往往出火槍兵都會被打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對方出個奴兵,就把他射人智障 或是戰毛兵之類的 呵呵,都是頭車砸光 都有可能 那其實大家會去點化學喔 都是要來出這個奴兵的喔 增加一個傷害的一個效果 出奴兵,然後二級射,然後點化學喔 你的奴兵 波西米亞奴兵喔,在城堡時代就可以 對對方喔,比對方多義工的一個優勢戰 所以波西米亞的一個城堡奴兵戰爭之中 很容易打贏喔 但是波西米亞要小心一點 他的奴兵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真的要這樣打的話也是可以 可能就是要秀操作 才會比較好打出優勢來 好 那長槍兵還可以對造成傷害增加25% 所以波西米亞的長槍兵打遊俠大象喔 是超級痛的那種 痛到爆炸 他有可能是長槍兵的額外傷害之 最強的一個文明 如果不看單純素質來說的話 他真的是最痛級兵了 那面板來說 還有其他文明像什麼 阿茲加4弓嘛 步兵加4弓 還有這個免電嘛 免電灰加攻擊力 所以總體而言喔 所以波西米亞這個Y3i是算最高的 不看基本面表數值的話 好 那他的採礦與地的科技喔 升級也是免費的 所以他挖進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一個文明 整體而言波西米亞是團戰喔 是非常強勢的一個 陣地佔用的一個文明 他的榴彈炮是非常強的 對於有些人不知道什麼是榴彈炮 榴彈炮是由這個 BK工程器製造所裡面製造出來的 那是需要升級火炮升級喔 升級火炮之後就可以製造榴彈炮 那榴彈炮也是只有波西米亞可以使用的 唯一文明使用的一個特殊單位 那他的射程會比一般的火炮多一點 攻擊力還多10 所以對方出火炮的話 通常沒什麼太大甜頭 很容易被換掉 所以波西米亞打中後期是非常誇張的 很猛的那一種 還有榴彈炮的攻擊範圍感覺也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砸一些陣地戰的時候 傷害是很高的 那他的這個特殊科技喔 是銀貫大衝車戰術 大車陣戰術 會增加火藥單位的移動速度 增加15% 像是這個火炮阿 還有這個火槍兵都算是火藥單位喔 那他的戰車我記得也算是喔 火藥單位 那他的金冠是這個胡思派改革 生女和修道院 只會消耗食物喔 而不是消耗黃金喔 這個能力算蠻特別的 那他還有一個能力就是 修道院的一個科技喔 像是增加村民的血量阿 那個什麼 增加生女的一個血量 跟移動速度喔 也可以反應在村民身上 所以他這一個棒棒能 哎呀聲音滴沒殺到可惜了 哇白婆這兩隻棒棒送掉很傷阿 他這個宗教狂熱喔 跟神社思想會影響到村民 所以他的村民移動速度也可以再提升了 所以城堡時代 雖然沒辦法再金冠點一下 這個胡思派改革 就是生女不會消耗黃金 而是消耗食物這個選項 城堡時代就可以直接研發移動速度喔 生女都移動速度 然後村民就會增加移動速度 村民增加移動速度的話 就可以增加資源的產能效果 這算是玩破戲裡面阿 需要去特別注意 城堡時代一上去喔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先蓋修道院 然後點一下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 那宗教狂熱是一定要先點 因為宗教狂熱是增加他的血量的 一定要趕快先點而且很便宜 差140斤而已 140斤換村民的移動速度15% 怎麼想都絕不虧喔 而且你本身就是採礦有加成的文明喔 所以VIPER這邊 讓我們來看一下VIPER怎麼做這個升級的流程 好 這邊MBL決定要用3棒棒 也是往前壓制 後面5個村民這邊都圍好了 其實防守沒有出現什麼太大的漏洞 基本上是水洩不通的一個狀況 這邊還直接把模仿喔 跟這個伐木場直接圍起來 好這邊打算直接靠木牆喔 他覺得棒棒做不到事喔 好以上封建時代 先下射箭長 那點下一級伐木跟這個雙面斧 那水民教大家一個小訣竅 如果你要灑第一片田的話 這時候可以灑第一片田 你可以先按這個獸根技術 按完之後馬上就可以灑田了 那你這個科技一好之後 你的熔田也會好 差不多是這樣子喔 大概不用馬上灑田 點下一級田之後 大概再等個5秒左右 或是3秒就可以灑田 那這個鐵就可以吃到一級農田的一個加成 熱量就會比較多了 好那波士尼亞這邊也 慢慢轉出自己的弓兵出來 黃金還有再挖4黃金 4金的話就不會打雙箭長 雙射箭長也是單射箭長加長艘兵 好比較簡單的一個 弓兵作戰方式喔 好這邊MIPER修個操作 直接把對手差點圍了起來 但如果這邊圍起來的話 自己這隻穿米會有點危險喔 所以他剛剛並沒有把這裡圍死 好兩隻弓兵出來 所有射射的事情 好一直射一直爽 快要射掉一隻弓兵了 誒誒誒誒不動了 好兩邊應該沒有要開打 我們先加速一下 好這邊轉出一些毛兵 但是MIPER已經看到了 所以用刺猴去抓了一些毛兵 打出一點傷害 那波士尼亞這邊喔 自己要趕快轉出一些毛兵會比較好 這邊再出弓兵可能會出事喔 因為對方毛兵越來越多會很危險 好但刺猴一直要後面偷砍這些毛兵的血量 真的是太壞了 好五滴血 但是被刺猴追應該要倒了 這邊弓兵利用高地優勢跟對手速交換 但是要換掉有點困難 因為不是出毛兵喔 出弓兵的話很危險 但血量都很慘 好那這時候法蘭克頂下一級遠防 頂下一級遠防的話這個毛兵傷害會很高 結果MIP沒有出毛兵 還算打算出弓兵喔 這邊是打算出弓兵加上弱馬的一個夾擊方式喔 這樣打繼續出弓兵就沒問題了 我以為MIP沒有要轉弱馬 這邊轉弱馬其實蠻傷經濟的 這邊等一下輪軸技術 哇弓兵直接被換掉 只出弓兵很容易就會這樣子喔 跟對方對射 對方有毛兵 很容易就打不贏 這邊拉打一下 兩邊都在玩跳恰恰 空兵上高地再上一次 升一滴血 赤火 這個高地只要一直站著都還有機會 但這邊其實也是高地 所以只要誰走到這個中間地方喔 就會出現烈士喔 那個有點像什麼 欸那個叫什麼 誰一渡河 誰就出事了 哇這邊要直接一直上嗎 哇這邊工兵有點多 來MIP這邊已經準備想要上城堡時代 但是法蘭克這邊並沒有想要上 想要繼續打這個封建 但是MIP並不想要跟他打 好一直在站這個高地 肉馬也是空的相當不錯 讓兵一直在互換 好這時候MIP頂下城堡時代 但是兵力很明顯已經開始不夠了 只出戰毛兵 沒有工兵的情況下 是很難除了這些肉馬的 但這家肉馬又會被 對方的工兵射掉 這邊毛兵持續秀操作 想要先去換掉工兵 但是自己的工兵有點難換 這邊利用高地打滴滴 直接打爆了MIP的肉馬 肉馬這邊MIP已經一直都不射了 怎麼辦 後面下了一個箭塔 來做幫忙防守動作 不然這邊絕對是守不住 這邊有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是在肉馬身上 那在毛病一直在對工兵做出 不錯的一個傷害打擊 但是 還是被對手繞過去了 LIP這邊有一點城堡時代關係 並沒有太多兵防守 這邊要把這邊的單位全部拿走了 不然可能要送光了 哇 早已讓LIP拉到村民 MBL的一個策略就達成了 這時候MBL就要去 哇靠 抓到一隻殘血村民 這時候MBL就要去想 對手VIP這邊 上城堡時代還有多久的時間 可能要算一下 撤退時間會比較好 好 這邊MBL 經濟也是慢慢起飛 這邊還是有出毛病防守 但是這邊應該是要轉這個馬舊 就出騎士來打了 等一下A級馬凱 騎士按下去 好城堡時代 這時候MBL 城堡時代還有兩分半 那這兩分半MIP要怎麼鎖住呢 這邊稍微再圍一下 好村民再繼續擋住這個路口 這幾隻赤猴血量掉很快 好這兩隻毛兵 再拒絕掉一隻狂兵 防守來說 VIP做得非常好 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爆了 經濟爆炸 好但是確實 VIP的經濟也是有點慘 三九村 不然這邊他村民是不再增加了 但村民宿可能還是會少一點點 好趕快點下修道院 點下宗教狂樂有沒有 一有175目 蓋下修道院之後 直接點宗教狂樂 這個Porsimia一定要這樣子輪 絕對是要這樣子輪 不用其他方式的 那等一下宗教狂樂之後 VIP的經濟就會瞬間起飛 結果VIP的村民宿追回來了 所以這邊少一村 74MP有斷村的意思 一隻囉 騎士過來硬砍 毛兵一樣繼續先打工兵 工兵跟毛兵能解決掉嗎 有點困難 後面生女沒有按 這邊按生女有點危險喔 對方都是赤猴 赤猴打生女有偶爾傷害 好這邊三隻殘血的騎士 要直接跑了嗎 但也是可以按個一隻啦 按個生女補個血喔 三隻騎士都殘血 補個血 可以繼續打還是不錯的 好這邊非常多的刺頭 直接衝得出來 但是馬凱只有一擊馬凱 被凱還是有點痛喔 而且這邊刺頭出太多了 移上陳寶時代 MBL直接把青騎兵升級上去 這邊 VIP應該可以考慮 去升級重裝長槍兵了 長槍兵的話 對騎兵有增加25%的傷害 Porsimia特殊能力是這樣子 好這邊MBL在等 VIP這邊挖出一個洞喔 想要直接 鑽洞打擊 好 再來點下這個神聖思想 村民的血量也會再增加 再增加15滴血 所以Porsimia村民喔 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可以變成55滴血量 比較沒那麼好解決 好 點完了 血量到55滴血 所以現在村民喔 有這個移動速度加成 看是不是變超快的 超高速移動村民 哇果然挖 果然MBL在等這個木頭挖完喔 跟我想的一樣 高手果然都是等 那塊木頭挖完 然後直接衝進去砍個一波 這邊想要好也來不及跑 也沒有長相片防守 這邊VIPER被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已經變成50幾村 還好又不要還有一個TC 但這個女村民應該是要倒了 直接拉走 村民直接下來硬打 還好這邊村民有點這個神聖思想 血量55滴血 喔蠻多的喔 不至於馬上直接原地 你看有多這55滴血 本來那隻村民要死啦 14滴血 沒有點神聖思想 那隻村民早就消失了 好那這邊趕快再圍一下 把這個毒口給砸 補起來 要冠狀騎士出來 但是VIPER這邊 哇青騎兵要來招 有點難要死了 山綠再一刀 倒地來不及 招到了 哇最後一瞬間 他不是招前面的刺猴 而是招後面的一個青騎兵 哇這個是細節操作 哇麥克風這個操作很厲害喔 可能有些新手 不知道這個生女的機制喔 就是生女機制 你只要讓他前面施法 開始ON ON四到五下的時候 最後一下 你可以馬上轉移到其他單位 然後你只要ON一下 其他單位就會被立刻著想 好 這個是蠻細節的一個操作的 通常普通的不會去秀這個操作 因為也沒空 那這邊是怎樣 那你們兩個就互相對看 好 之後霍卡蘭再兩隻要被吃掉了 好MIPER中 按出一些斗力出來了 但是沒有Law 可以點這個重裝長槍並升級 好波西米亞這邊再點一下自己的城堡 其實我最近也在想要把我練波西米亞 因為波西米亞他的這個神聖思想 還有這個宗教狂樂喔 我蠻感興趣的 我個人是很喜歡玩 農夫的文明 好找到一隻 哇 這個斗力戳好痛 真不愧是我25% 增傷的長槍兵 有夠痛 好 MIPER這邊經濟還不錯 黃金有1000多 聰明處也是稍微領先十川主唷 這時候法輪克卻點出了奴兵喔 很有想法 雖然不是弓兵文明 也沒有強弩 也沒有三級射 反克的弓兵就是非常悲劇的 二級反二級 箭矢而已 好 奴兵過來 這一隻僧侶應該也是要倒了 千奇兵過來 一刀 兩刀 死去 好二級射點一下 剩下一下這個料王塔跟TC的射程 哇 差一點這個射不到 千奇兵下來直接砍墓穴 墓穴村民 墓穴村民直接四處逃串 MIPER中 點一下自己的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點一下幾台戰車 這個胡思派戰車喔 移動速度慢阿 然後攻擊力算蠻高的 而且他遠防很高 對算是客攻兵的一個單位 那戰車要派哪呢 戰車要往前派嗎 好這一隻工兵 直接阻止對手挖黃金 哇這個工兵已經在這邊補曉太久了 所以右邊TC一直在熟村狀態 好奮兔村過來 這裡本來想要抓森女 但這邊直接蓋一個木 蓋一個城牆 但是低調之後 森女來得及跑嗎 剛好跑進去 還好這個宗教狂樂 增加森女的移動速度 哇白鵬這邊打得有點極限喔 一直在操作家裡喔 要進去騷擾有點困難 哇靠這邊大了 村民挖手被抓貓 尷尬 哇白鵬的黃金是 發了什麼事情 兩千多黃金 先砍 砍死真綠 好家裡總共4TC開始農 MIPER的村民樹死了11村 MBL只死了4村 那目前兩邊村民樹104村打124村 這MIPER雖然感覺被騷擾到很多 但自己的經濟是非常好的 總共領先對方20村 的一個經濟喔 那這黃金已經不知道多帶 多是在多什麼意思了 三千多黃金 有想法 好戰車直接往前開 前線虛弱 看有沒有在挖黃金喔 這兩台式來看這邊黃金有沒有挖而已 好MBL這邊地王死災點得比較早 或是MIPER這邊點地王死災才剛點下而已 好 五十派戰車 確認就是攻速慢喔 欸 波西米亞的炮彈 會射子彈出來欸 看以前好像不會射小子彈欸 現在處的開大化還會射小子彈 這麼特別 哇那這個虎弱派戰車變得蠻有趣的喔 好 這邊是雙寶壓下 後面還有個城堡防守這塊石區 好高地堡防守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這邊決定要再把城堡往上蓋一點 不然有低處的話就是不舒服 城堡就是要蓋高地阿 不然要幹嘛 哇這邊攻兵試的不錯 但是由於VIPER的村民有神聖思想的關係 所以不太好殺 本來盆會死很多村 但是變成只11村 你139村140村 太誇張了 VIPER VIPER的經濟太扯了 快要4000黃金了 這什麼意思 黃金好多喔 好 再補下更多的房子 哇 MBL 清奇兵流 沒有要出遊俠 大量清奇兵流直接硬砍村民 這邊村民直接被抓包 這邊村民的血量很多 不太好殺 哇 哇靠 欸 他這裡 一村 只死一村 我以為 這一坨村民會死個好幾村 結果只被砍死一村而已耶 哇 VIPER這個 欸這裡有洞 完蛋 包起來包起來了 欸這裡還是有洞 這裡要趕快封鎖 蛤 被他繞了出去 有點可惜 好電龍時代以上招 軍人投資機前線開始作戰 歐西米亞轉出了火槍兵 開始要來現代化部隊了 火炮加上榴彈炮的一個終極組合 好 待會兒榴彈炮點下之後 榴彈炮擊兵火槍兵 佛西米亞最強正面 擊兵上去直接硬戳 戳掉兩隻肉馬 擊兵升級要好了 大擊兵 硬戳 哇靠 一整條血量直接不見 哇 好痛 哇 這個擊兵打肉馬 好痛啊 好 這邊想要直接硬點 帶硬點巨頭的下場 火炮被引誘出來 直接損失掉 這些單位 看這邊擊兵戳兩下 輕擊兵就直接倒了 這兩邊都在做一個交戰 這邊還有一些牛兵做騷擾 好 波西米亞在城堡爭奪戰爭中 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火炮數量很多 很容易就可以把巨頭拆爆 然後再把對手的一個 城堡直接拆掉 好拆掉沒問題 這個怎麼辦呢 好 現代化部隊 開始承襲 這一坨擊兵最好是 放在這裡比較好 趕快往回來一點 好這邊火炮也出來 開始解這一坨的奴兵 好這邊村民直接被硬戳 這邊擊兵還在追逐這些新奇兵 七奇兵又長驅直入了 這邊蓋住 但這裡還有個洞 好 這一坨奴兵也解決掉了 上面這一坨 哇 黃劍村民 Viper 應該沒有時間去理他 這邊中間這一坨 礦區已經被打得進來 這一坨石礦也被阻止了 這坨礦區也是 但是Viper家 已經BBQ了 來看他這清奇兵 哇 兩下 戳死 呵呵 呵呵 嗚 這個疾病的傷害太恐怖了 直接讓我起了肌體疙瘩 嗚喔好痛 呵呵 呵呵 這個疾病真的太扯了 太扯 扯到一個不行 比扯鈴還扯 好 波士尼亞 現代化軍隊 逐線成型 開始殺了進來 但是MBL 轉出了大量的 直撫兵 但直撫兵喔 很害怕火炮的 哇很痛 火炮直接隱患 好這時候點下榴彈炮 LIFE點下榴彈炮之後 再點下工程師 工程工程師 就可以增加 火炮的一個 傷害 還有這個射程 這個奇兵喔 要好好保護一下榴彈炮比較好 好 這座城堡還是要趕快拿下 不然這座城堡變成 反而看著一個聚兵地點 很多單位都在這邊聚集 本人物就可以攻破Viper的一個主 本陣喔 要小心一點 你看這邊都已經被挖開 騎兵想要隨時從這邊衝進去都沒問題 這是一個戰線分配問題 好火炮 直接硬拆 但是後面有大量村民 想要來修理 榴彈炮還有五秒鐘 但是子虎兵已經進來開始在殺村民了 家裡需要更多的火槍兵 才可以阻止子虎兵 子虎兵算是步兵單位 火槍兵打子虎兵也會有外傷害 大量的火 哇 榴彈炮直接砸死了 這些子虎兵 好火槍兵開始對這些子虎兵造成巨額傷害 直接三強 射爆一隻子虎兵 很痛 好但是這邊viper火槍兵沒有控好 火槍兵要送光了 但右邊這座城堡可能要守不住 四台巨頭硬拆 榴彈炮出來 要想要來反擊 來不及打 來不及 直接戳掉 火槍兵持續在對這些子虎兵造成巨量傷害 但是子虎兵也在反擊 火槍兵也是倒得非常快速 暫時bikes黃金八 還有三千多黃金 現在黃金已經歸零了 但只是只能打出戰毛兵加上擊兵的組合 但是還好 副兵跟弓兵的科技都是全滿的 只有奇兵沒有滿而已 所以打這個戰毛加上擊兵還算是OK的 畢竟能力是全滿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打垃圾兵可能會被子虎兵給換掉 子虎兵還是需要用榴彈炮加上火槍兵去解決 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這邊臨時回頭一發 兩台榴彈炮直接被送光了 好 半多的火槍兵 拒絕過來 這邊巨頭趕快偷拆一下 巨頭趕快偷拆一下 巨頭趕快偷拆 巨頭趕快偷拆 沒有人可以拆 奇兵數量不夠多 支服兵傷害很高 那有一些玩家們會以為 這個支服兵是要升級射程 畢竟他丟斧頭出去 會以為他是遠程單位 但其實他是步兵單位 所以只要升級他的近戰攻擊力 就可以升級這個古墓武 就可以增加他的傷害 那也要升級這個板角 才可以升級這個支服兵的防禦力 好 榴彈炮後面再多多砸 好 全部的巨型頭趾機砸掉之後 好 白河這邊稍微可以喘口氣了 但是家裡經濟又被信息兵騷擾 有點 忙不過來了 好 榴彈炮持續在開炮 完全體的榴彈炮 攻擊力50射程13 血量90滴血 好 不 MBL這邊沒有石頭了 石頭已經歸零 好 兩斬毛直接砸死 欸 火槍都在送 一言不合就送火槍 火槍打 指輔兵是很關鍵的 好 但是白河的經濟還是很不錯 經濟還有2000多黃金可以使用 自己家裡是五遺跡的關係 所以遺跡量 可以讓他在中後期 產生一個不錯的經濟發展 好 火槍兵在這邊低挖出 偷偷開射 好 從側翼射擊這些指輔兵 指輔兵也是倒地的非常快速 正面的話有大量級兵 直接搓爛出了的新奇兵 新奇兵沒有辦法突圍 直接撤退 指輔兵也是被火槍兵射成白癡 再毛兵在後面緩緩輸出 沒有問題 好 打量級兵再過來 哇 打不贏這些奇兵 肉麻直接倒光 大家奇兵再上來硬戳 好 奇兵再過來一點 但是輕奇兵使用越來越多 這一波交戰可能要撤退 火槍兵也要後撤了 用戰謀當墊底 然後再等後面奇兵增援過來 能不能守住 哇 打 流彈炮 趁亂之中 再炮絕一些 指輔兵 好 但是這邊奇兵水量實在太多了 流彈炮可能要被包著打 流彈炮怎麼辦 火槍兵正在高地 原地開火 但是沒有疾病的幫助下 這些火槍兵 可能 也要送光了嗎 但是這邊 火槍兵直接上前硬A 指輔兵全部被火槍兵射光 哇靠 這邊可惜喵 火槍兵實在太猛了 雖然火槍兵本來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效果 但由於上了這個高地 然後滴滴指輔兵的關係 隨個高打滴射爆這些指輔兵 好 那這一波NBL有點鬆的關係 讓Viper 又可以打出第二波的攻勢出來 然後還是要200人 200人這邊疾兵海洋在做敲 哇 這一波 我就知道 當他往橫拉的時候 會變成 隊伍會變成一整排 那只要用榴彈炮 去測 這個路徑 所以可以擠火 掉大量的 輕騎兵 太狠了Viper 好 先擊兵再衝了進來 應該也沒什麼東西可以看了 這個就小小小鬧 待會擊兵就會出來解決 好 那Viper是用擊兵去騷擾的 下面也是用擊兵去一直戳村民 偷偷用擊兵偷插對方村民 怎麼是小怪 哇 榴彈炮 直接硬砸 火槍兵開射 哇 砸光 有夠快 六台一個 六台榴彈炮 好 這一塊已經被鎖住的話 MBL 就沒有黃金了 黃金只剩一千億而已 哇 結果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全部被抓包 Viper的村民處只剩98村 太殘了 但是這邊肉麻也是送的非常多 擊兵的傷量非常高 只要兩下就可以戳死一隻肉麻 肉麻 大量倒地 彈性之副兵走不過來 想要看看可不可以打到點東西 欸 這一波進來有點難受 沒有火槍都在前線 流彈炮現在沒人防守 只有這個擊兵而已喔 好 擊兵過來 沒有火槍兵 直伏兵現在是戰場天下 但是直伏兵又很怕榴彈炮 所以目前法蘭克人 並不太好解這個陣型 好 大量輕易兵 直接殺出重圍 想要打榴彈炮 但是這邊突然抖了一下 往後拉 打到一下榴彈炮就往回撤了 上面的直伏兵 也是被大吉兵直接戳爆了 好 這邊使用榴彈炮 再繼續打掉更多的馬舅 讓對手的爆兵能力越來越差 輕騎兵持續在找機會 上前 但是擊兵 很強 兩下就可以戳死 一直輕騎兵 怎麼換啊 哇 又戳掉一坨了 這個 我真的覺得這場MVP根本就是擊兵了吧 好 上面這裡火槍兵 繼續輸出 什麼 蓋起來 這一圖直伏兵也要全速倒地了 問題不大 直接搞定 MIP的戰線持續往前推進 波西米亞 現代化部隊實在太強了 大擊兵搓輕擊兵 效果特別好 好 這邊榴彈炮來砲擊吧 沒有砲到 好 在上面再蓋一座城堡 想讓這上面這一片田 全部不能中 直接封鎖掉 MBL的一個經濟狀況 但其實他的經濟都在下方這裡 這是他的大北 但是下面也是有MIP的擊兵 在做一個Solo 好 兩邊打到這邊 MIP的榴彈炮保護得很好 這六台還在一直輸出 一直在砲掘敵方 那這個城堡一蓋起來之後 這些馬座也是蠻難製造單位的 而且這些農田喔 都要直接捨棄跳了 好 榴彈炮直接炮絕後方的戰矛嗎 沒有 後退後退 要砍掉一台了 欸 欸 哇 差一點 20滴 超級大量的支撲兵跟騎兵 從下方殺出來了 但是上面也是有一些弱馬 想要往後鑽 去打VIP後面的經濟 火傷兵持續往前推進榴彈炮 榴彈炮 雖然還是有六台 下VIP同時被後面大量燒了 但是NBL家裡農艇腰不薄了 已經殺到最後的大本營 VIP這時候缺的並不是支援喔 現在 現在只要往前推進就可以了 好 這時候NBL 受不了終於打出了GG 這個VIP VIP的防甩還是做得很好 等NBL 試煉燒了也是做得蠻到位的 但是這個疾病真的是太痛了 兩下就可以戳死輕騎兵的一個疾病喔 真的是 太扯了 這個傷害症太扯了 我覺得他出游侠可能會更慘喔 那還好喔 這把兵真的出游侠 就是因為出了輕騎兵喔 然後加上這個直虎兵喔 才可以打到這樣子 但是遇到這種現代化的這個 榴彈炮真的是不好解決 因為你不管出什麼 就去接近榴彈炮都很難 接近到 只能出這個肉馬 或是游侠 快速到後方喔 去硬砍這些榴彈炮 比較有機會一點 其他方式都有點徒勞無功喔 因為都會很容易被榴彈炮 直接一個針對反擊 所以直接打爆對方的部隊 Poshimia MIP這邊 我覺得他的流扯 跟這個出兵死機點 都做得很不錯 而且他這個經濟爆 爆得很誇張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扯 好 來看一下 這邊Poshimia的一個經濟吧 Poshimia經濟前面都上得還不錯 兩邊輪流都上得很早 手推車下的時間也是蠻正確的 兩邊都是一開農狀況 都差不多時間下的 OK 那這邊 MBL2級法王下的比較晚之外 其他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 這邊MARK是五遺跡喔 五遺跡有4546黃金 那法蘭克這邊黃金很少 只用了快1萬6的黃金 然後去跟對手打2萬2的黃金 就知道這邊MBL其實已經打得非常好了 雖然他輸了 但是他用這個少量的黃金喔 去努力打出這個經濟差 甚至打到平局喔 那雖然最後還是輸掉這場比賽 但我覺得還是打得非常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